及时锁定股市消息 别忘了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万投国际投顾 林中小为您制作的 标股级先锋 今天大盘最多跌了231点 但是收盘只跌74点 非常非常的厉害 大家都说这是国安基金 护盘的功劳 其实也不是 因为国安基金也要护盘 既然要护盘 在这里主力就敢做 对不对 不然跌得跟猪头一样 主力是谁 就是公司派业内 人家就敢拉 对不对 动不动就给你拉涨停 老师真的有涨停吗 你有没有看昨天的节目 昨天我告诉你 金星科 今天金星科涨停板 好我们先看一下大盘 来看一下大盘 大盘今天最多跌231点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跌231点 老师啊 中共在这里 说要怎样 说要这个演习 刚好跌12点 总共要开打 动动动 跌到12点 12点又突然急 对不对 突然急 对不对 拉上来了 那今天的低点 我们来看一下 跟各位看一下 今天的低点 是不是在这里 刚好碰到了月线 但是五四价还没有过 五四价还没有过 对不对 所以碰到了月线 在这里做指纹上去 美国股市都已经 站上季线了 台北股市还在月线附近 打混打混打混 像话嘛 那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现在营收衰退啊 营收衰退是衰退 衰退也已经跌得快 跟猪头一样了嘛 股价腰斩了嘛 对不对 那你在这里 难道还会在腰斩吗 不会了啦 解决库存嘛 对不对 那万一库存解决了 那股价不是要标一倍了 对不对 因为股价已经跌很多了嘛 是不是 所以各位 要找标股 跟着仲强老师就好 我昨天告诉你哪一支股票 我昨天告诉你 6533的金星科 今天是不是涨停 有哪一个老师 前一天讲隔天涨停板 没有 大家都是涨停板才告诉你 你昨天有没有看节目啊 我昨天告诉你金星科啊 今天涨停板 而且量很少 一千多张就锁涨停 昨天才900多张 老师根本没有人要买卖 我问你 谁拉涨停的 不会是你吧 外资前两天还在卖 还在卖200张300张 外资卖都没有用 跌不下来就是涨停板 你看一下 对不对 这两天还在跌 跌到快创新低了 今天一根就涨停板 站上了五日线 站上了月线 有没有 今天一点点量就涨停板了 对不对 这一根也是涨停板的哦 老师你这么厉害 你都前一天讲啊 对不对 各位 各位 当老师是要前一天讲啊 不是哪一天涨停板才说 你看我股票涨停板 我前一天我就告诉你 会员都做见证 有没有 有嘛 对不对 那还有一只股票啊 他在一百三一百四一百五都不讲啊 他跌到这里才讲啊 那大家去放空啊 马上拉涨停涨停啊 他是不是要新增一个底部 要新增一个底部才会拉涨停嘛 对不对 老师逆袭阳线 好 今天也有一只股票逆袭阳线 六五三一大爱普 明年会不会涨停 我不知道 今天收最高啊 老师你们买上去的 我会员没那个本事啦 我告诉你啦 今天开高嘛 杀下来嘛 震荡震荡 又杀下来 突然被人家拉上来 看到没有 好 明年会不会涨停 各位注意到下影线 上影线 那像五日现在多少 看一下看一下 五日现在多少 195嘛 所以明天不需要开高啦 不需要带高啦 明年开200块就一定涨停啦 明年开198搞不好就涨停啦 那明年如果开195还没有过 那明年大概涨10块钱啦 对不对 各位 他已经跌的这样子了 你不觉得今天 这种盘 诶 融券还创新高 那这个融券 今天如果再增加 那就不得了了 主力一进来 我告诉你 公司派一进来 就是拉涨停了 我们带会员是一档 一档一档的住 对不对 5483的中美金 今天也是上去了 353的台胜科 我们还没有买回来 我们在这里卖掉了 卖在最高价这一天 就拍谁啊 就拍谁这一天卖掉了 卖掉以后也没怎么跌啊 但是没有量啊 没有量我们就不买啊 不急啊 对不对 又没有很强 又不是会涨停 对不对 我们就不急啊 3035的资源 你看一下 今天杀到哪里 143呢 拉上来了呢 也是红的啊 从300多块 331.5 把它除以2 331.5除以2 也跌了一半了嘛 也差不多了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明天哪一支股票会涨点 参加我的会员就知道了 0277259668 老师你要早一天跟我讲 对不对 早一天跟你讲啊 我昨天告诉你6533啊 我骗你了吗 我没骗你啊 对不对 那我今天涨点板了 好 重点是 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 放长一点 我们看这个18619 18619 18667 跌下来 在这里是已经有一点底部 但是我跟你讲 在这里是个股轮坛 它不会所有的股票一起涨 你放心好了 像今天的台积电 大概是收到500块左右 台积电在500块 这里就蛮尴尬的 因为碰到了月线季线 在这里要整理很久 你放心啦 台积电也不会再跌到450以下了 但是它会整理的时间很久 对不对 像3035的资源 今天拉上来了 明天搞不好可以做个短冲 因为它已经腰斩了 对不对 5347的世界先进 各位你看一下 它是不是腰斩 160 160跌到60块了 160跌到60块 你还要去放空 那你不是脑袋空空 做多不是比较好赚 对不对 6531的爱补 对不对 分割以后 从625跌到200块以下 你还要去放空 那没关系 我祝福你 200块以下你去空的 我真的都祝福你 你都不要补 将来到250到300你再补好了 大家都不要补 没关系 你们都不要补 让它自己去涨 老师你们买上来的 不是我买上来的 我告诉人市场的力量 市场的力量 市场的力量 力量力量力量 就这样 好 那今天有一支股票 各位同志朋友在这里 我必须要讲 这支股票 今天打到快跌停 好 我们看一下 因为他在这里 就是说 7月的营收部 这个不是跳空跌停 这个是除息 除息 对不对 上半年赚多少钱 12块钱多 12块钱股价100几块 说实在是便宜的 但是因为除息的关系 也不可能马上大涨 今天我如果判断没错 今天成交量多少涨 7000多张 7000多张 里面大概有3000张 3000张是现股当初 大概放空的 应该有超过1000张以上 这个道理跟什么一样 你知道了 3034的联友 对不对 3034的联友这里 他也是出完息之后 他没有填息 对不对 虽然上半年赚30块钱 还没有填 但是迟早他会填 迟早他会填 什么时候填 我认为等到8月份 他就会填了 那8月份会填 那天狱也是要等到 8、9月才会填 因为除17块 17块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你买一张 你就有一万七配给你 17块 一张有一万七 十张有17万 对不对 配给你 你这个钱可以拿到 拿到以后你就不要动 等到他真正开始要填息之后 你就要开始赚钱 到时候听老师大家做 这个也一样 其实像2454的联发科也是除息 这么大的一个缺口 你看 也是除息 也没有填 也没有填 但是联发科会不会填 我告诉你 还是会填 还是会填 因为最近大家都在传 电子业是不是消化库存 消化库存 消化库存就很惨 消化库存就变成说 他本来的库存的东西 他变成要卖掉 那卖掉以后才有新的产能进来 那我问你 5347的世界先进 对不对 各位 他天息没有 他填 他花多久的时间填 7月8月 所以照这个道理来讲 股票什么时候会填 要两个月之后才会填 那2454的联发科 才一个多月还不够 3034的联友 时间也还不够 所以自然而然 他比较不容易 马上在这里做填息 但是因为你拿到了 股息很多 你如果是现股买的 你就把这个钱摆在手里 等老师一声令下 开始要大涨了 要涨五成 要涨一倍了 各位 我随时会发布消息给你们 好 那今天6533的金星科 涨停板 各位 这是底部 那你认为涨停板 隔天会再涨停吗 我认为机会不大 但是会再涨 他会先碰到季线 碰到季线以后 会在这里震荡 他一根涨停板 代表 他底部不会再破 不会再破 因为股价已经从600多块 跌到了200多块了 各位 人家公司不是要倒掉 你以为每一家公司都要倒掉了 那台积电也不倒掉了 那联发科也不倒掉了 对不对 各位 唯一不会倒的是生计股是不是 生计股我看也快倒了吧 6541 你看几根跌停的 跌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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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低的 比这还低呢 哪一个软啪啪介绍给你涨停板这一点 从介绍完之后天天跌停 各位 这里是70几块 这里跌到40几块 人家电子股好歹也是 跌半年跌一年才跌一半 他两个礼拜就跌一半 你还能信吗 你还能信生计股吗 老师生计月 生计月你去买 我有跟你讲过 泰福说实在是没有融券 有融券我就去空了 那各位 在这里我怎么看这个牌 对不对 W788标股极先锋 你要赚涨停板来找我 老师找你真的可以赚涨停板吗 6533我昨天讲 各位我昨天也没有讲6533 今天没有涨停 我昨天如果讲 今天没有涨停 我就落开了 对不对 6531 6533跟6531在代号只差两码 那明天会不会公过 公过 公过这个 明天会不会公过200块 明天会不会涨停 我认为有机会 有机会 你就是慢慢看 好不好 各位你看一下 今天谁买上来的 不会是你买上来的吧 不会啦 不会啦 怎么可能是你买上来的啦 6533涨停板 不会是你去买涨停板的吧 昨天你不买 昨天尾盘就有人在吃货 我昨天就跟你讲了 有人在吃货 不然呢 我大声也没有用啊 对不对 我们小编看我说 老师你今天那么激动 我没有激动 我压动 各位 所以各位 股票已经跌到腰斩再腰斩 你还希望怎么样 你看一下5347 今天涨多少 昨天 你不要小看哦 昨天从六十几块 涨到七十块 今天 再从六十几块 再涨到七十几块 这不是标股 什么是标股 各位 你买个 你买个一百万 你已经现赚超过十万 这不能赚吗 这不能赚吗 6533 你昨天买个一百张 你今天就赚了二十几 一百张就一百张 不止二十几万 十张就二十几万 一百张就两百多万了 老师我没有那么有钱 不会啊 我清代的会员都很有钱啊 6531的爱普 明天会不会涨低 我哪里在 各位 你自己看嘛 你自己看嘛 今天尾盘有没有在吃货 老师 今天尾盘看起来有人在吃货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昨天我就跟你讲 金星科 昨天尾盘有人在吃货 你不相信我 你说中共要打飞弹过来 对不对 那我问你 昨天尾盘有人在吃货金星科 今天就涨低板 那今天有人尾盘在吃货爱普 那明天会不会涨低板 对不对 各位你看 这么低了嘛 明天一出量就供了 他不需要很大的量 今天只有三千多张 昨天四千多张 今天只有三千多张就上来了 老师这里有挂五十张一百张的卖单 都被人家买掉了 很简单啊 那么低你还要卖 昨天成交量只有九百多张 你不要说你买一百张了 你买个十张好不好 今天涨低板 我讲话我负责 对不对 那除息的股票 我跟你讲除息的股票 今年都是这样 都会在这里被人家K K假的 那没关系 你们尽量K嘛 K到哪一天你K不动了嘛 来我们看一下 像6531 他除过息了 所以你放心好了 他绝对不会这个 开盘重挫 然后跌停板 然后说 然后要跌停不跌停的 你放心好了 因为除息 他除息除在这里 他在这里除息 这里已经除过了啦 他除过了啦 他除过又还有拉一波啦 这里形成一个W底嘛 对不对 这里先形成一个W底 那W底要形成 只有一个方法 带亮藏后 就跟金星科一样 带亮藏后 飞呀飞呀飞 各位带亮藏后 那我们还是做 IC设计做的比较多 那不然就矽晶圆 5483中美金 要不然就3532的台胜科 要不然8028 这个也是算矽晶圆 要不然就做半导体 5347的世界先进 对不对 其他的股票不太有 不太有 要不然元宇宙 老师今天元宇宙跌得很惨 老师跌到58块 58块以下能不能买 对不对 他会回到这里 回到这里能不能买 因为这个季线往上 量太大 在这里各位 6237的华讯 这个季线过了 你看看季线不过 季线不过 季线过了 他会回撤季线 那回撤季线是不是找买点 对啊 回撤季线在找买点 你急什么 对不对 不见得会一定会回到这里 不见得 没有人规定一定要到这里来 说不定在这附近 站站站就上去了 所以各位 股票就是这么的简单 那我们先看一看 今天6533 金星科涨停板 那你明天看一下 明天的爱普会不会涨停板 你用看的就好 好不好 你都不要买 会涨停板是最好 会涨停板 涨个五块十块也不错 有钱赚就对了 祝各位投资票 操作顺利 欢乐周末 涨停板 谢谢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适审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 就有一档最新的原因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 就是你